居住問題最核心的關鍵是他們的薪資能力跟房價的負擔差距太大 所以要解決這件事情其實就是兩種方式 一個是政府有沒有辦法在短期間讓清零的薪水大幅度的增加 第二個事情就是大家要很嚴肅的面對 台灣的房價是不是應該往下修 那不從這兩個根本的問題來去提出解答 我覺得是說沒有錢 所以我要借更多錢給你買房子 這當然是一個完全不合理的政策 小孩的其實他的日常開銷真的很多 必須用品就是尿布奶粉 你怎麼不能讓小孩都不要吃吧 2500真的不夠 那你說3000 6000夠不夠呢 也許可能是多一點點那個內心的補償 可是你真的加減算下來 老實說你養一個小孩 你可能一個月必須的基本開銷 他可能就要一萬塊 我們向來是主張就是發錢沒有用 真的要從就是托育這件事來解決家長需求的話 追本溯源還是創造更多的公共托育機會 讓家長免抽錢不用擔心沒有後顧之憂 我家附近就有排得到的公共托育 那才是最關鍵的因素 怎麼算其實它都是不夠的 因為第一我們的薪水是沒有漲的 基本的那個問題是沒有解決 那薪水不可能跟著物價一起起飛嗎 那變成說花費賺的跟花費永遠就是沒有辦法連上一些 那即使說現在政府有各種方面的補助政策上路 我覺得對於心情上來講 OK 好 好像有補助了 可是其實蠻多補助都有一些規定 好像很多東西是看得到 可是我卻吃不到 低生育率是影響非常大的 第一個就是家庭的青年低薪還有房價過高 導致家庭的相對收入太低 那第二個就是所謂的公時過長 就是如果你公時太長的話 就是你其他各種發錢政策 其實沒有辦法改善家庭 沒有辦法兼顧自己工作和育兒這個雙重需求的困苦情境 這個情境不改善 其實公時過長 潛發再多也沒有用 那第三點就是現在所謂的公共托育不足 因為我想要工作 但是我想要生小孩 可是要兼顧工作育兒就需要有一個可以安心托育的對象 如果沒有安心托育的對象 就是沒有那個離家境的公共托育的話 基本上問題也是沒有解 這個政策的喊話 我不認為他們評估是年輕人會買單 因為他根本不是要講給年輕人聽的 他是要講給那些建商 房地產業者 聽說政府現在做多了 政府要借更多錢 讓年輕人去買房子來幫你們互牌 網路或輿論的反應大家很清楚 每一個年輕人都罵翻了 因為大家都覺得他是買不起的問題 是房價太貫的問題 或是他薪水太低的問題 而不是說沒有人要借他錢的問題 我覺得這是他一直沒有搞清楚關鍵所在 就是台北剛才的碗房子 有些人的故事 要記住 Episode 49 1-232-193-193-193-254